我們再補充一下就是你剛剛一進來 你不是有看過這段影片嗎 沒有 有啦 我給各位看一下嘛 這個有沒有快轉 有快轉對不對 因為如果我沒有快轉的話 是不是要看很久 嘿呀 所以說 請問Active Hunter可不可以做 當然可以因為我就用Active Hunter做的 這一段是我在研習前 錄下來用OBS錄下來然後就直接做的 研期開始就播給他們看啊 好所以 如果說你有需要這樣子的 我就把這個 點到他 不過這個長度都不長 我點到這裡 你有真的有需要這個快轉的你點到他 你看這裡 剛剛我們有看過喇叭對不對 喇叭在這裡嗎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人 這就是影片的速度 好就影片的速度所以如果你的 需要影片 快一點慢一點你就來這邊 調整一下 比如說我要用4倍的速度就400 這是百分比喔 這是百分比 百分之400就是4倍嘛 對不對 好按確定 有沒有時間馬上就變短了 這樣了解 所以你要做縮時攝影就這樣子再搭配一個什麼 適合的音樂就好了 欸 講到這個就提到剛剛我們只有介紹到 要找 影片 圖片 去哪裡找對不對 請問 免費的音樂去哪裡找 YouTube上有啊對啊 對啊 各位知道在哪裡吧 我剛剛那種方法 你應該 不能直接就找一首歌就給他 download 免費喔 這樣會被告嘛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哪裡找 來這邊 一樣進到 創作者 創作者工作室這裡 你們平常都不在這裡找吧 應該不是在這裡找啊 你們平常沒在這裡找啊 找哪裡 左下角 有看到創作工具箱嗎 就是這個地方 你從這個地方點進來 有沒有免費的音效庫跟音樂 就在這邊那 你用這裡的比較不會有版權問題 如果說你要用的話 那 再來就是他有分類 應該知道音樂跟音效差在哪裡吧 這是 哈哈哈哈 這樣而已 那叫音效 唱歌的叫音樂 哈哈哈哈 了解 好 那你看這邊 他有幫我們做什麼 一些情境的類別 有沒有 你比較浪漫的 比較開心的 你就可以先這樣過濾一下 然後找看看哪一種類型的 那而且呢 他會告訴你 有些要註明出事 有些有沒有 不需要的 我們剛剛有沒有講過西西林 不要忘記 文字 影像 音樂 照片那些都是屬於 有創作權嘛 一樣都有西西林跟PDM 所以你如果真的 懶得 寫說哪裡來的 你就找這一種搖滾開心的 你就聽看看 這樣了解 好啊喜歡你再下載下來 好沒問題就把它下載下來這樣就可以拿去用了 而且他說他有告訴你你就可以拿去透過他盈利喔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安心一點 所以你在找這些資源的時候稍微留意一下 這樣你就比較不會有太大問題